環球大戰性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台大政治系教授 佐振東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陳宮崎建長 黃征輝建長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顏振生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來關心的是 美中在太空里運的這一場爭霸 現在到哪裡 我們來看到美國的波音公司的太空計劃 目前深陷在困境當中 怎麼一回事 是旗下的星際航太的太空船 六月初 大家還記得嗎 當時將兩名的太空員給送上 這個國際太空站 但是因為在發射的時候 碰上了駭氣的洩漏 還有推進氣的故障 導致了返航時間 被推延了數次 一共是滯留在上面已經三週了 讓太空人現在面對極大的一個 身心的壓力 最快現在是預估七月初才有可能來做返航 好 然後面對眼前的困境 我們來看到NASA和波音在地表上 打造了推進氣複製品 希望能夠找出這個故障的原因 不過NASA當然也堅稱了 他說太空人並沒有受困在國際太空站 不然要意圖淡化各界的疑慮 現在另一頭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的部分 太空佈局大家還記得嗎 長二六號最近在近期成功登陸月貝 帶回了月貝的圖腦 也在太空領域打下重要意義 現在因此有人提出說 這一次美國落難 中俄是否可以來幫幫忙 好 專家先建議說 俄羅斯可以透過聯盟號太空船進行救援 也有人提說 乾脆讓中國大陸來幫忙 但是或許還是有它的困難度 第一個 中國大陸要面對的問題 包括了它在面子上 美國一定不會答應 第二個 技術也真的是不行 因為中國大陸的天宮太空站 和國際太空站的對接口是不一樣的 讓現在直接的救援行動是無法展開 中國即便有這個心 恐怕也是愛莫能助 我們來看到波音的星際飛機升空前 其實當時就已經經過了多次延誤 雖然最後還是順利上了太空 但現在人卡住是回不來的 是技術上的失誤 也可以解讀說 美國在太空的這場競賽當中 急於求成嗎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可能 羅老師如何解讀 基本上來講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個目前美國太空總署 它的一個解釋就是說 其實太空人在進行太空任務的時候 本來就知道它是一個高風險的任務 所以呢 他們應該對於這種狀況有心理準備 第二個 太空計劃本身就是一個 實驗性質的計劃 所以它本來就隱含著高風險 所以這些都是這個太空計劃的本質 並不會因為說今天是波音或者其他公司 它有任何的可能的問題 就使得它說它會停下來 因為這個本來它就是一個實驗性質 所以它本來就有可能出現各種各樣的狀況 那當然這些都是這個太空總署的一個解釋了 但我其實觀察到 其實最有力的一個解釋 也可能最能反映出太空總署的一個想法 應該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什麼呢 就是說波音公司已經投入大量的資金 大量的時間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這一次的這個計劃 其實是它的一種商業航行的一個計劃 那這個商業航行計劃當然是很多人有所期待 說未來大家可以到太空去旅行 所以他們從2014年開始就展開這個計劃的實驗 那波音公司投入了非常多的資金 在做這件事情 也經過兩次無人的這種推進的實驗 包括2019年2022年都實驗過 它當時都出現了一些問題 它也認為這一次之前 他們已經克服了這個問題 結果沒有想到還沒有克服 所以說因為波音公司已經投入了 這麼多的資本 在這麼多的努力在裡頭 它不可能就中途而廢 半途而廢 所以它一定要讓它試試看 是什麼時候試的問題 第二個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說這一次波音公司推進的 這一次波音公司的這個 就是太空飛行器 其實它的另外一個競爭者 就是這個馬斯克的這個X SpaceX 所以當然對於這個太空總署來說 它現在它在選擇的時候 它很清楚地說 它面臨一個選擇說 你要選擇一個比較有創新性的馬斯克 但是你不了解它的團隊 還是你非常了解的這個波音 但是它可能在過去出現一些問題 對 所以它當然就選擇說 那波音顯然是一個比較安全的選擇 打安全牌 打安全牌 那現在出了這個 現在不管怎麼樣它已經走了這麼遠 它當然就要讓它繼續走下去 所以說你也可以從 一個是它這個競爭者的選擇 一個就是說波音本身已經投入這麼多 它必須要讓它走下去 它不可能 只是說什麼時間讓它走下去的問題而已 好 另外一頭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 我們剛剛不是說了在太空領域上面 最近有很多的發展 那我們來看到美國方面怎麼評論 這個是來自於美國的華盛頓郵報上週的報道 他說美國的這位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的署長 叫做尼爾森 那他在最近受訪的時候 他先誇讚中國大陸航太領域說 非常的出色 但是隨後又開始老調重談 再次的炒作了美中太空競賽的話題 好 他說過 我們來看到尼爾森曾經說過什麼 他說中國大陸是用民用的太空競賽 來掩護他的一些軍事上面的目的 還擔憂說大陸將月球南極佔為己有 他也說過國際太空站 我們的國際太空站 永遠要排斥中國大陸 我們來看這位署長 一邊剛剛說了他在誇大陸的發展 另一方面也說 炒作中國威脅論的這個言論 來評論一下他的這個發言 縣長怎麼看 NASA的署長講的這個東西說 中國有可能佔據月球啊火星 我就立刻聯想到一個 很久以前的時候 美國西部開闊 你先去圈個地 這就是我的地 我想說這些 外太空這些是這樣的吧 我立刻去查一下 我發現1967年的時候 聯合國有簽一個叫做 外太空條約 所有這些東西都不能 任何都不可以說是他的 那個一定是 只能用作和平的研究的性質 這屬於全人類 所以他說的這個東西是不必了 中國也有簽 俄羅斯什麼美國都有簽 一大堆國家都簽了 那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你不要看這個 這個太空人在那裡說 延誤幾天哦 我們坐這裡覺得好像 好像到火車站去 誤點兩個小時就誤點而已嘛 你錯了那幾個人在那裡 生與死啊 壓力很大 他剛剛想著 你就想著 所以我們非常希望 他能夠很快的回來 那至於你說這個署長 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我覺得他講的這個東西 就意思就是說 你看中國現在這麼厲害 可是居心頗測 所以怎麼辦 要加預算嘛 而且我就查了一下 NASA的預算 我嚇我一跳 NASA2023年的預算 是244億 整個NASA哦 它的軍事預算是將近9000 你知道這兩個差異 它是多少 百分之2.7% 整個太空事業 這麼大人了的未來 你美國只撥了 百分之軍事預算的2.7% 這也太少了吧 你幹嘛就通通通 這個軍費 炸彈飛彈這些 我覺得美國真的應該要 聽聽這個人的話就是 多給他一些預算 你們去開發一下 你怕月球被中國人站住對不對 你趕快去做啊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在爭取 預算的一種說法 好 面對中國大陸的威脅 現在美國是覺得 我們要趕快來爭取預算 但同時間我們來看到 這個在2017年當時呢 中國的嫦娥工程 總指揮葉劍 葉培劍 這位他在電視節目上面 曾經說過 他說 將宇宙比喻為大海 而月亮就是釣魚島 火星就是黃岩島 確實凸顯了中國大陸 太空探索的競賽意味 美中我們現在看到 他們之間的競爭 在太空競爭不只是技術 更是一個大戰略 而且呢 現在目前中國大陸 是訂出了一個規劃 在2030年說要將太空人送上月球 再來5年之後2035 2030年之後的5年 要建立月球的一個基地 有在上面 是相當有一個目標性的 整個戰略都訂出來了 這與當年美蘇太空計劃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葉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第一個 我先回應一下 就是他希望這個中國 或者俄羅斯能夠幫忙 把太空人帶回來 那當年在俄烏戰爭發生之後 俄羅斯還真的還幫美國一個太空人 滯留在外 把他帶回來了 雖然兩國關係 那時候非常緊張 那這是一個 就是太空他們一個協定 就是彼此之間有任何的需要 都要互相幫助的 那可能就是說 好 現在因為中國這個 可能這個系統不一樣 可能比較麻煩 可是以前也有俄羅斯 把他帶回來 那美國為什麼不去 跟俄羅斯也講一下 就是三年前 才兩年多前就曾經發生過 我覺得所以這個是 美國現在可能 這個面子掛不住還是什麼 因為他過去長期以來 我們想到的太空計畫 都是從美國開始 雖然第一個 我們說 俄羅斯1957年那個 刺激了美國 可是美國從1960年代開始以後 追上了之後 就等於是獨霸了很多個世代 十年十年一路到現在 其實他還是領先中國大陸 可是他的野心就跟中國不一樣 中國現在目標就是月球 他好像是要把月球 當作一個中繼站 他還想再下去到火星 對不對 所以好 那中國現在指定在月球 所以這個就是我覺得 雙方在制定這種太空計畫上面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中國大陸他認為說 我先到月球把它鞏固了 然後把這些看看月球的資源 什麼可以用 所以他才會準備要 建立一個太空站在那裡 然後希望能夠更多了解月球 美國不是 美國覺得我到了這個 好像我們在開玩笑在講 那些年輕人打卡 打一個卡 下面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你沒有鞏固好你自己 等於是一路往前衝 我覺得這個到最後 你會發現後面的人看你衝 學到你哪些地方失敗了 那就不會再做 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我覺得這個是美國 可能沒有預防到 就是你後面追趕的人 從你那裡頭得到了 就是很多的教訓 然後他們有後發 可能不一定會先制 但是可以避免很多的錯誤 那這個就是他們速度 會越來越快 我覺得這個是美國人 可能比較難以接受 就是整個過程 尤其是你看剛才講 雖然書上講說 這個NASA的這個 預算可能不夠了 我們健常講說 它是不是要增加預算 可是基本上它的預算 還是遠遠高於中國大陸 那你為什麼今天在落後 那也這個表示說 美國的可能在投入的人力 人才我覺得是不夠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還是 我還是常常講 美國的醫療人才 都在當律師 都在當這個 搞這個金融 金融 科技 對 他們自己的科學家 自己的工程師 實在是不足 那大陸就是 無論如何 它人口多 它的工程又重視基礎科學 那在這一方面 永遠都會慢慢會追上來 就是跟你 你當你有這麼多的工程師 跟這個科學家的時候 你那個推進後續的那個 那個我們講 就這樣子講 用棒球的比喻 就是你的那個農場 就是小聯盟的人多 慢慢你就上大聯盟的 就會越來越多 那如果你們小聯盟都沒有人了 那你大聯盟 剛開始很好 後來就不行了嘛 好 我補充一句話 因為剛剛 吳老師講了一個 他是這樣 大家認為 中國大陸是不是很高的這個 太空預算 沒有 就一百四十幾億 美國是二百四十 他真的是比他少很多 同樣也是大戰略 現在中國大陸 把他的大戰略 放在稀土上面 日前公布的稀土的管理條例 這個條例會從10月1號 正式開始來做施行 未來稀土被視為是 國家大戰略 好 細節明定什麼呢 他說 稀土未來屬於國家所有任何組織 和個人不得侵佔或者破壞 並且接下來會對稀土 從開採 野鏈到利用 甚至流通進出口 都會實施一整條的 全產業鏈的一個嚴格監管 美國地質調查局也發現說 中國大陸2023年 稀土產量來到了24萬噸 現在佔全球已經達到了三分之二 另外呢 全球17種稀土元素儲量是1.1億噸 中國佔比就高達了四成 好 我們知道稀土非常珍貴 軍工高科技都用它 現在中國大陸宣佈 稀土資源要國有化 沒有了民營企業競爭 有沒有可能降低競爭力 如何看這個國家戰略 縣長怎麼看 我覺得他這個說成 這個國有化的第一個指標意義就是 政府要主導稀土的 所有的一切的政策 由政府來主導 那以前呢 政府難道沒有主導嗎 以前因為都是很多是民間的 我看過一個民間的生產一個叫做龜 一個石頭在一個兩個土的那個龜 它那個在生產的中間有一個那個金棒 它就慢慢慢慢慢慢 在一個高熱濕的那個離子環境 一個禮拜大概長成一個這個這個那個金片 然後它把它銷成一片片 就是做那個我們的金片的那個圓的那個東西 我在那裡看了說 0.999911個9的純度 你說0.9999的金子 我們說哎呦哇哇好純好純的金子 它11個9 所以我看那時候看到我就知道 中國之所以在稀土屹立不搖 不是因為它的礦產 而是它的提煉的整個過程 讓我那時候看到說覺得不得了 那通常最近我開始很注意北京的這些政策 我發現它在想要做一件事之前 它一定會做一個叫做 於法有據 我先給你立個法 我先警告相關的人 像好比說台獨是一樣的 你不要看它那個宣布 你別好比說我們這裡的台獨 你會說哎呀不在乎 我跟你講 但是它如果它沒有一些想法 它不會去立法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它要準備你叫做看 但國家為什麼要宣布這個東西 要來主導這所有的 我覺得它想了很久 可能覺得 稀土是我們最大的優勢 為什麼我們過去一直都沒有利用 這個東西來砍別人呢 所以有可能 它要來把稀土當成一種武器 哎你控制我 我也來控制你 你說你也可以去提煉 你提啊 你叫美國去提煉看看 看它什麼時候能夠做出0.999 11個9的這個 這個這麼純的一個高純的東西 我的感覺就是它要準備打這場仗 然後它現在先做的就是 與法有據 就我不是一個流氓國家 我一定先有一個法律 我任何事情都是照我的法律去做的 我覺得這是 這個東西給我的感覺是這樣 嗯 它現在國有化不是民營化了 會不會競爭力的部分受影響 我覺得倒不會 因為整個中國大陸你去看它 中國的所有的東西 只要它發展得很好 一定有一個前提 政策 政府沒有這個政策 因為它是一個制度性的國家 如果沒有政策想要推到 好比說我舉個例子 造船 還在做這麼好 好比說它的這個叫做 所有的這些什麼什麼什麼 新三樣 全是政府大力的推動之下的結果 它如果政府不推動 民間想要做得很好 是不太容易的 那如果今天政府直接去控管 我覺得它反而會更有競爭力 好 民間跟民間反而會競爭 內捲 是 好 國家大戰略下來說 要做稀土 現在呢說發現了兩種新的礦物 還有兩個地方有新的礦床 我們帶觀眾朋友來了解 先是中國大陸的科研人員 他們在內蒙古的稀土礦床 發現了兩種新礦物 好畫面上我們看到 第一個叫做俄伯尼礦 第二個叫做宅康閃時 將會為大陸戰略關鍵的金屬開發 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另外我們來看到CNBC的報導說 近日在挪威另外一個國家 這邊也發現了境內蘊藏全歐洲 最大的稀土礦船 那稀土的氧化物說蘊藏含量高達880萬噸 不過呢這個話題出來之後 有不少人在討論是說大陸在稀土的壟斷地位 是否因為這樣子而被撼動 我們也來看到一些實際的數字 目前中國大陸的儲量是全球的第一 達到了4400萬噸 再來越南東南亞國家 越南2200萬噸 只有中國大陸的一半現在佔據第二 第三第四包括了巴西俄羅斯 都是2100萬噸 這四個國家剛剛說的加起來 總共在全球儲量86% 好 至於稀土的開採量部分 中國大陸也是第一 目前佔比大約全球70% 剛剛提到的挪威說發現了 全歐洲最大的稀土礦船 蘊藏量880萬噸 有沒有可能威脅中國大陸的地位 顏老師如何看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稀土這個東西不僅是在 就是中國或者我們講說這三個 青山國家 巴西跟俄羅斯有然後越南 都不是西方國家 所以西方國家會比較擔心 所以一看有挪威當然會覺得 好像至少是我們自己人 那我們的供應鏈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不要忘記我自己做非洲研究 非洲現在也一大堆稀土 慢慢在都被慢慢在出現當中 那中國大陸跟非洲的關係也很好 所以如果今天非洲想要在這個地方 透過稀土知道西方國家也需要的時候 他可以用中國牌打中國牌 讓他能夠賺取更多的利益 然後同樣的中國因為跟非洲國家的關係都不錯 所以還能夠透過這個非洲國家做一個制衡 就是不讓他們就是那麼容易 像讓西方國家取得影響力 特別是現在最新西方國家出現的國家 還是集中在南部的非洲 像在南非像莫山比克 跟中國大陸關係都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美國 不要因為一個挪威就特別開心了 我覺得沒有這麼快 就是你這個西方 因為還在 就是還是在繼續持續開發當中 那特別現在看起來好像都還沒有在美國 或者在歐洲有特別多 那非洲已經慢慢開始出現 那都不是我就講都不是美國那個 他那個群組裡頭的國家比較少 那我覺得這個對美國來講 是比較令他擔憂的 好 美國的擔憂確實該擔憂 因為中國大陸確實掌握了很大部分的稀土 那現在美國就找上他的盟友來幫忙 這一回早上是Chip Poor的成員 包括了日韓也把他拉進來說 我們要一起建立 先前是講半導體 這一回他說供應鏈也要在礦物關鍵科技上面來發展 好 但是呢我們看美國拉Chip Poor的成員 在半導體卡 中國大陸的脖子 中國大陸有沒有可能在稀土反卡 美國的脖子 如果真的發生對美國會有多大的衝擊 周老師又如何解讀 其實呢第一個我們看到就是說 其實產業的發展本來就是相互依存的 你依賴別的國家供應你某些東西 同樣別的國家也依賴你供應某些東西 大概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獨立於其他經濟體而單獨生存的 第二個剛剛講到就是說 美國在基礎上會不會被中國大陸卡脖子 的確被卡脖子啊 所以現在美國支持澳洲去發展它的稀土業 澳洲其實本身也有很多的稀土礦 而且大家知道其實中國大陸的稀土的優勢 不只指說它有稀土礦而已 而是因為它在開發的技術上 就是在這個提煉的過程上 它有很大的這個產業上的優勢 那現在澳洲呢也在也在投資做這件事情 澳洲政府貸款給公司給它澳洲的企業 而且這些企業也拿到美國政府的貸款 因為美國有這個抗通盟法案之後 它可以資助跟它有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 去投資在它這個所謂的能源生產 新能源生產的相關的這個原物料 所以說這個方面正是澳洲現在在做 美國在做的事情 同時呢還有一點 因為現在稀土的這個價格崩盤 稀土的價格滑落 所以說呢這個時候呢很多企業不願意投資 因此更需要政府的借貸來做這件事情 那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大陸要 這時候要通過這個稀土的這個管理的這個法律 因為很清楚就是如果這個時候 稀土的這個價格滑落 那會不會有外國的企業想要進來購買大陸的這些產業 或者大陸的這些稀土的這些礦源 所以它才要這個時候規定 其實這個稀土的這個法規呢非常重要的是什麼 它規定說它只有工信部通過的這個企業的名單 才能去進行稀土的開採跟稀土的提煉 它分成兩種企業嘛 一個是開採一個是野鏈嘛 那這兩個都是要工信部通過的名單 所以說你它其實某種程度也是說 因為現在很多企業在面臨價格滑落的時候 它可能就是會面臨損失 它可能會需要引進外部資金 所以它要通過這個法律去防止這件事情 那反過來說 中國大陸可能沒有辦法防堵美國 從其他國家取得稀土 可是美國也沒有辦法完全防堵 中國大陸從其他國家取得半導體 是一樣的道理嘛 因為沙頭的生意有人做嘛 賠錢的生意沒人做 那只要你有這個一些 不管是你從技術上也好 設備上也好 其實都可以找到一些突破口 能掐住則掐住 好 謝謝左老師的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最近我們來關心美中爭霸 海上的霸權地位 包括在整個太平洋地區 雙方比船艦也致力在造船 最近我們來看到進度 美國的眾議院這位是美中戰略 競爭特別委員會的主席 他叫做穆勒納爾 他近日在國會的聽證會議上面說 中國大陸每年的造船數量 達到了美國的540倍 那美國的另外一位同場 我們看到是製造業的聯盟主席 他是保羅 他說中國大陸造船的潛在產能 是美國的232倍 整體來說 目前中國大陸在造船 全球占比從1999年 當時大約只有5% 已經大幅地飛升至目前的54% 五角大廈的最新中國大 中國的軍事報告也指出 截至到2022年 中國大陸已經擁有 世界上最龐大的海軍 好 這當中包括超過370艘 的水面艦還有潛艇 反觀 美國在1970年 當時曾經經歷過一個造船 業的繁榮繁景 但是我們看到每年仍然只生 當時每年只生產了一年 是15到25艘新船 1980年當時造船業取消補貼 至今產能仍然只佔全球 大約佔比0.1% 而且呢 近期美國CSIS 也特別示警說中國大陸建立的造船 帝國造成的威脅 加上還祭出了先前的這個301條款 針對大陸的海運物流船業 進行調查 如何看美國這一系列制裁 可能減緩中國造船發展的腳步嗎 那為什麼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中國大陸的造船還可以突飛猛進 造船可以代表海上實力嗎 艦長 請看 造船本來就是一個國家的海上實力 我舉個例子 像現在去年中國大陸造了這麼多的船 軍艦只佔它的大概1%的頓位 意思是說如果今天打仗的話 它把這個10%的力量轉過來造軍艦 它就是去年造的10倍的軍艦 你說這是不是一個國家的戰鬥力 當然是一個國家戰鬥力 但是我在講 中國大陸為什麼造船會這麼好 我剛剛三個有講 你知道嗎 因為中國大陸是一個政策系的國家 它政策 政府不支持不推動 你民間很難靠自己的力量 因為你的稅可能比較重 還有很多種的 就是補貼可能也沒有這麼多 所以中國大陸的所有的這些東西 大概都是靠政府的一個戰略遠光 它看了很久 很遠 然後這樣子推 這是第一個原因 就是政府如果不推動 基本上你很難做到今天這個規模 第二個中國在所有的製造業 你到今天看就知道它為什麼 都會贏過世界這麼多的國家 因為它的供應鏈太完整了 好不說你造個船 你要有鋼啊 鋁啊 這些鋼管啊 所有的機器啊 它幾乎全有 那我查了一下資料 就是說現在所有各國的造船 我們家不管說先進行下落後 造船它大概能夠 所有這些東西 國家自己內部的自製率 大概有多少啊 沒有一個人能夠百分之百 中國大陸大概八十 韓國大概百分之六十七十 美國大概百分之五十 中國是一個最完整的地方 至於你說它為什麼能夠 這個打遍天下 最簡單就是CP值 全世界 一看就是它就是最便宜嘛 它就是發展到今天 因為它的競爭多 然後內需又多 所以它就一路這樣子過來了 至於你說它會不會說 美國這些東西 會減緩它的這個造船呢 如果要減緩 一定要把它的那個叫做什麼 訂單抽走 你知道就是沒有訂單就減緩了嘛 有訂單的話那就很難 去年它的造船 是百分之五十四全世界 就是它一個國家造了五十四對不對 全世界加起來只有四十六 它抵得過全世界所有的造船 這是造的結果 它去年的訂單多少 百分之六十六 意思說這個差距會越來越大 所以你拿不走它的訂單 你怎麼可能減緩 你給它別的東西都沒有用 你能夠限制什麼 它的CP值就是最高 而且造船這些 像美國我舉個例子 美國想不想回去 它回去也回不去 為什麼 造船多辛苦啊 你到那裡去盯著那個鋼板 電焊蹲在那裡 你什麼事都不要做 你明天蹲八個小時看看 你根本蹲不下來 美國人 我可以到麥當勞去做一個 有冷氣的 還在那裡做 我寧可不要賺這麼多錢 但是那個環境好 造船是一個非常辛苦的製造業 你一旦拋掉了 想要重建 那不是三十年五十年 還要到整個政府的政策的支持之下 鼓勵啦什麼什麼的 可能三四十年之後你才能夠站穩 好 造船速度確實現在美國已經 完全比不上 那請教卓老師 您如何看這個海上霸權的地位 未來美中各自在海上的武器 有什麼樣子的領先地位 包括美國其實航母現在也很先進 您如何看 好 基本上來講 因為CSS最近出了一個 關於美中海上實力的這個比較 那它這個比較裡頭可以發現到說 基本上來講 美國是大型的這個艦艇 它是比較佔優勢 比如像巡洋艦啦 或者這個驅逐艦啦 這方面美國比較佔優勢 那小型的艦艇 輕型護衛艦啦 什麼巡邏艦啦 這個巡防艦啦 這些大陸比較佔優勢 基本上這樣來分 那所以說像小型這些艦艇 因為它造的速度很快 所以大陸是因為它這個龐大的造船實力 所以一下子啪啪啪啪就 一下子數量上就超過這個美國了 那但是美國在大型艦艇上 雖然是具有優勢 我剛剛講的比方像巡洋艦啦 驅逐艦啦 可是它的造船的速度是比大陸慢了很多 那因為因此這樣大陸在這兩種艦艇上的這個實力啊 這個數量也開始追上來了 比如像2017年以後 美國沒有任何一艘新的這個驅逐艦下水 但是大陸還不斷製造驅逐艦 巡洋艦的情況也是如此 所以說美國基本上在大噸位上是仍然有優勢 但是這個優勢已經越來越 就是跟大陸的差距是越來越縮小 還有一個就是美國的這個潛水艇 美國的這個核子動力潛水艇有66艘 那大陸只有12艘 所以這個也是大 也是美國仍然具有優勢的地方 可是這一方面 當然大陸因為它快速的製造能力 它核能的發展上 這個差距也是在縮小 所以整體來講 我們看這個艦艇數量 就作戰的軍艦的數量來講 大陸已經超過美國 大陸是234 美國是219 可是就這個火力來說 美國仍然是超過大陸 可是這個火力 不管你說從盾位數也好 或者它的這個火炮的實力 為什麼大的艦艇 對於整個海軍的這個火力來說 是有影響的 因為你大的艦艇 可以裝的武器就多 你大的艦艇就可以跑得遠 這是為什麼大艦艇 會佔優勢的地方 那好 那這種情況 美國自己的估計 就根據這個CSS的報告 自己的說法 他認為說美國這個優勢 當然就維持到2027年 2027 很快 因為整體來講 因為大陸的這個造船的數量 不斷衝上來 它技術也不斷地進步 所以說大概 現在還有 美國還有優勢 但是到2027年之後 大概美國就會被超越 所以美國現在要做的一個方法 是什麼辦法呢 就是它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它要通過它的盟友 因為韓國日本都是造船大國 雖然現在已經被大陸超越 但它們本身造船的實力還是很強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美國要重新啟動那些 它過去已經被廢棄停止的那些船屋 這個大概是第二個它要做的事情 第三個當然是做法上的創新 對 就特別是在這些小型船艇上 因為你看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像在這個夜門 美國或英國 他們這個面對那個無人機攻擊的時候 他們也發動無人機 也有發生空無人機 也有這個用飛彈 可是人家這個夜門那邊 飛出來的飛彈 一顆可能就是幾千塊錢 美國這邊打出去的 一顆就是幾萬塊錢 那個價格落差很大 對 這個也會是美國未來海軍 跟中國大陸競爭 或者如果真的對壘的時候 它所碰到的一個難題 所以它怎麼樣 用這個增加它小型船艇的生產 然後怎麼樣去增加 所謂無人船艇的生產量 這個大概是美國會下一波 它想要去突破的地方 好 我們除了比拼這個 美中之間的海上作戰的這個武器 我們也來看到路上的武器部分 好 這個是來自於美國的馬里蘭州的 高能材料科技研究中心 這個總裁它叫杜蘭特 他說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多年來 致力研究新型的炸藥 還有可酬載新型高能材料的武器彈藥 他說目前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 仍是大幅落後的 他也舉例當時有一個度 很宏敬意識的炸藥之王 這一款叫做CL20 他說美國你雖然當時深入研究 但是沒有廣泛採用 反之我們看到他說 大陸和俄羅斯不斷的藉由這一款 再去做探索相關有什麼樣新型的應用 所以大家就在看說美國專家認為 新型炸藥發展上 中俄可以說是遙遙領先 真的可以這樣子來解讀嗎 建長如何看 俄國發展的怎麼樣 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我非常肯定的是 中國的真的是遙遙領先這個全世界 飛彈嗎 不是炸藥 我們先說炸藥基本上很良的 就是用TNT 大部分是用TNT 現在有一種炸彈叫做溫壓彈 溫壓彈大概威力是TNT的五倍 你就知道溫壓彈當然想說 喔好厲害喔 TNT的大概五倍 中國前一陣子宣佈 它就是和成功的組合了一個叫做 全彈因離子鹽 就是你這個C-20這個東西 這是它的化學這個式子 它是剛剛我說這個TNT的多少倍呢 十至一百倍 為什麼是十至一百倍不是一個數字呢 可能它還蠻神秘的沒有真的說出來 但是它介於十到一百倍之間 那你說美國難道做不到嗎 美國很久之前就做出了一個 它就是全彈因離子鹽對不對 美國很久以前做了一個全彈羊離子鹽 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它在合成的過程中間它加了毒氣 有毒的物 然後它在四文字 它很容易揮發 你一揮發之後 我們不要殺敵人 我們自己就先死掉了現在毒氣 所以它危險 那美國 中國宣布說它做出全彈這個因離子鹽 美國同時宣布它做了一個金屬氫 就是氫氣對不對 把它壓縮成原來的一千四百分之一 它變成金屬 它的這個爆炸威力是TNT的三十五倍 很厲害吧 哇 少姐還說它做到了 但是四文之下它保存不久 就你把它壓這麼小之後 四文可能就發散了 那你要怎麼保存它 就是很多東西你是能夠做到 但是你沒有辦法在長溫之下很穩定的存在 結果你的成功也是廣然 因為那個環境不容許你這樣去做 那這就是我在意識在想 中國為什麼在這一方面最近這麼厲害 你知道它的化學 那化學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裡面我覺得它是稀土 他們做了很多東西是稀土 稀土其實它最大的一個功能 不是稀土本身它有多大的一個什麼的量 而是它會變成一種很敏感的一個觸媒 好比說我們原來放在這個鋼鐵上面 這個鋼鐵有這樣子的電磁性 這樣子圈籠 如果我混合了一個稀土之後 哇 它磁力可能增加十倍 好比說你原來是一個綠能的板子 正常的太陽能 我只能吸收它百分之三十五的太陽能 稀土一弄上去可以吸收到百分之四十二 四十八 稀土的功能完全就是把它原來的那個東西 更大的擴張 那為什麼全蛋 因離子也能夠穩定 我的感覺 就是中國在這些化學的這些理念 它加入了什麼東西 能夠在斯文之下它能夠穩定的存在 那才有用 否則你不能斯文之下穩定存在你 發明半天全部是百搭 好 我們又看到了稀土的這個關鍵性 尤其是在這個剛剛提到的炸藥裡面 提到炸藥我們也要繼續來看到說 現在是來自於英國的智庫在提到的 除了中國大陸之外 他們說俄羅斯現在即使有這個制裁 但是持續的發展是它的炮彈跟飛彈 而且說產能可以達到五到十五倍 那大家就說在制裁之下 為什麼它還可以做這些東西 那其實就有智庫他也特別點名說 俄羅斯從德國土耳其台灣 獲得了消化纖維素來製造 可以製造的炸藥 那其他他說中國大陸和其他的國家 也有從這邊來拿到電子零件等等 請教主老師怎麼看接下來 俄羅斯它在彈藥上面的一個發展 有這些優勢就能掌握國際化語權嗎 當然化語權是另外一件事 化語權涉及到就是說它的這些彈藥 能不能轉化成為它戰場上的成果 它能不能因此而獲得更多的 得到更多的土地 或是能夠擊斃更多的烏克蘭的軍事 那麼這樣子的情況下就會使它能夠在 如果未來要進入談判它可以取得更大的優勢 不過我們還是要回來看一下俄羅斯的彈藥 俄羅斯的彈藥大概現在一般就是說 現在一般的說法說俄羅斯彈藥的生產或者它的取得 是美國跟歐洲提供給烏克蘭的三倍 所以這個其實是非常顯著的優勢 因為三倍的意思就是說 烏軍打一發子彈 俄軍可以打三發子彈 沒錯 那這個當然就是差距是非常大的 對 那這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情況呢 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你看 除了這個朝鮮或者其他國家可能提供給它的彈藥 或者剛才主持人提到俄國從其他國家得到的一些中間材去生產的彈藥 這個當然是兩個很重要的來源 讓它能夠快速的生產 事實上因為俄羅斯的軍火工業快速的成長 所以俄羅斯去年的經濟成長已經不只是由負轉正 而且還非常的亮眼 那這個當然就是說主要它的一個引擎成長引擎是來自它的軍火工業 但是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在國際的軍火市場上 俄羅斯也是一個非常敏捷的買家 那事實上最近這個也有媒體報導就是發現 也有媒體報導提到就是說 因為捷克是替北約在國際市場上去購買彈藥給烏克蘭的 那捷克的這些軍火商的代表就是說 發現到說他們的動作都比俄羅斯慢 因為他們還有它這個所謂財務的資源 各國的協調這些 所以往往他們都搶在俄羅斯後面 所以等到他們要買的時候 俄羅斯已經把它買走了 所以這兩個部分 第一個俄羅斯自己生產的很快 第二個就是說它在國際市場上 它的動作也比較快 所以這個就造成了就是我剛剛講的 俄羅斯所得到的彈藥 是烏克蘭得到彈藥的三倍 好 謝謝索老師的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第一期我們來關心美國總統大選 這個美國總統大選這個拜登總統 在上週的首場辯論真的是表現不佳 大部分的國外媒體做的報導 都標題都是如同BBC這一篇 特別說的美國大選2024首場電視辯論之後 拜登應該要讓路了嗎 現在來看到民主黨的支持者 也越來越擔心拜登的身體狀況了 畢竟在這個演講那一天確實表現不好 身體狀況看起來不好 拜登本人雖然坦誠他表現不好 但他說他不會退選 家人也都鼓勵他繼續參選 並且拜登他還說 我跟你們保證我們會勝選 我走路不像以前那樣輕鬆了 說話也不如過去這麼的流暢 他說但我知道如何說實話 我知道如何做好這一份工作 不過我們來看到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 他說拜登的家人也認為說 拜登的辯論這一次表現不好 都是幕僚害的 這當中包括說 拜登你給他太多的數字要記了 還有他的妝那一天畫得太蒼白等等 讓他氣色看起來不好 另外呢拜登他也叫選民說 不要太擔心啊 他說我在這個募款的活動上面呢 他說秀出了這個新台幣 大約達到8.8億的募款成果 要大家不用太擔心他 好現在民主黨內已經傳出了許多幻帥的聲音 越來越大了 首場辯論帶給拜登怎麼樣的一個大麻煩 我們看到民主黨陷入空前恐慌 接下來應該要怎麼來挽救低迷的氣勢 但是袁老師怎麼看 第一個我覺得說 拜登的他的幕僚 就是他以前的前白宮的幕僚長 這個克萊恩 克萊恩 他在選舉之前 大家都認為他是辯論的專家 特別是預備 他的一句名言 就是說你候選人在辯論的時候 前15到30分鐘是最重要的時間 你輸掉就輸了 就拜登就輸在最前面嘛 就是最簡單 你拜登的聲音也不對 走出來的速度 然後拜登他或許真的不應該記那麼多東西 你要表現跟川普表現比他好 川普從來都不記數字 他就說我的時候最好 什麼 就是他只要講這個就好了 他根本你有聽到他講很多數字嗎 沒有嘛 對不對 他說我去掉了 他說我是這個經濟表現最好 然後我這個所有的那個管制 也是最少的 他反正都是用最 最好跟最棒就可以了 那你拜登還要去記數字嗎 這個11月率多少 然後說這個年輕的黑人 11月率多少 什麼講一堆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他不應該去記這個 因為川普都不記 你為什麼要去記 那但是我覺得拜登確實看起來就是 是比較有一點點 就我們講說怎麼講 就是說話的速度啦 反應啊 大家都會是會擔心 但拜登也講了 他說我確實 但是一般的很多的幕僚 也私下透露 說他在主持白宮會議 那個思路還算是不錯的 那問題在這 為什麼拜登要選 因為大概只有拜登還有機會打贏川普 嗯 第一個 拜登年紀大 川普你雖然看起來是好像比他健康 對不起 可是我覺得川普也有這個 我們就是說 動下來就是freeze的時候 說話忽然想不 不知道下面要講什麼 所以川普也不年輕嘛 兩個人只差三歲半嘛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拜登還有機會拿到一些白人 這個來領階級白人的票 特別在中西部 因為他還是一個比較傳統的一個 這個民主黨的這個候選人 而不是這個自由派的太太年輕的 然後給人家感覺太激進 這個他他算是溫和的 所以這個還是有機會 但是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如果我們馬上現在就看 他有今年民主黨有三個參議員 是在紅州選 就是說上一次2020年選舉 這三個州都是同共和黨 那現在他們是民主黨的參議員 那有一個已經不選了 所以那個West Virginia 周老師最熟的這個Joe Manchin 他不選那一州就沒有了 就是拜登過去他們民主黨五一對四十九 丟掉一起五十五十 如果你今天贏了總統大選 你五十五十 你還是多數 但如果你沒有贏總統大選 那個也沒有用 好 還有一個蒙泰納州 大家都知道這是標準的紅州 那這個Tester他願不願意跟拜登切割了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下面要觀察的 還有像Ohio州的這個Brown 布朗參議員 這些就是在紅州的 然後再加上一些眾議員在搖擺州裡頭的搖擺選區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可以看出來 如果他們今天緊張了 不跟要跟拜登切割了 那表示說的確他們注意到拜登不好 不能夠帶領他們 不是一個領頭羊 這個母雞不行了 他們小雞要靠自己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可以觀察 不過拜登你看剛才也講了 他那天他說我辯論不好 可是我募款那天有提詞了 他就變成講得很好了 這還不錯了 有提詞 所以你也不要要求他記這麼多 他不是歐巴馬嗎 歐巴馬那時候隨便信口大 歐巴馬為什麼會那麼強 是因為歐巴馬自己寫了一本書 把美國的所有的問題都寫進去了 然後一年多以後他就開始選舉了 全部他自己寫的自己消化完了 印象最深刻 對 印象又深刻 而且是自己消化的 不是什麼幕僚找卓老師寫這個政策 白皮書 然後靠背的自己背的 這個不行 所以美國的總統 你看川普就是不是自己的 所以他只能講一些空話 或者就是講一些謊言 那拜登你想講真話 可是你年紀大了記不了那麼多東西 確實是讓人家會擔心了 好 不只是拜登的幕僚擔心 我們來看到其實盟友 現在也很擔心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的是盟友怎麼說 他們開始決定 要開始為川普可能回歸來做一些準備 至於誰當選 大家也很關心 對未來的對中政策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之前是有分析說 不論是誰可以入主白宮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對抗 其實大方向是一樣的 都是會競爭施壓嘛 都不會改變 但是如果川普回國 可能會讓北京這次看到機會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來看到對比拜登 拉盟友共同圍堵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川普他是主要強調美國優先的 所以可能在盟友圈裡面退群 是否這個時候 可以給中國大陸全新的機會 佐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我相信北京是靜觀其變 就是說到底川普回來 會帶來什麼樣新的變數 當然我覺得唯一可以確定的一點 就是一定會有巨大的變化 而這種巨大的變化 是高度的不可預測 並不是說他會從此 原來向東就改成向西 原來怎麼樣 現在就不怎麼樣 不是 他是完全不可預測 他可能一會這樣一會那樣 那這種情況下 當然對於北京來說 如果北京的政策是穩定的 持續的 是很明確的 那就會使得很多在中間這些國家 他會重新去思考說 那他是不是不要跟北京撕破臉 是不是要跟北京維持一個比較好的關係 來作為避免就是美國過度政策 過度震盪情況下 對於自己的一個保險 所以我認為這是北京的一個機會 同樣一個問題 可不可以請教顏老師如何看 就是說不管誰當選 那接下來的對中政策 會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我想大陸大概也學會了 就是說第一個 一太多川普對大陸進行一些制裁 結果現在變成叫川建國 那拜登也是持續進來 現在叫做什麼 拜政華 對 拜政華 所以沒什麼差別 但是我相信了 大陸還是會喜歡川普一點 因為畢竟川普是一個生意人 他的外交都是交易式的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所以大陸一定有足夠讓川普想要的東西 那未來就是說 而且川普這一任完了沒有再競選年任 他就只能做兩任 雖然兩任不連結 如果他當選做完這一任 他當然是為 他是自己家庭 第一個自己優先 然後是家庭優先 然後才輪到他的朋友好朋友這些圈子裡頭 這些企業家大亨等等 然後才輪到共和黨 然後才輪到美國 所以我覺得對大陸來講 我只要搞定川普一人 大概就可以了 民主黨你搞不定 民主黨太多一個山頭了 可是共和黨對不起 全部你看被川普一個人就收編了 現在那些你只要是不跟川普站隊的 那全部的連初選都有可能會有危險 就是被人冷氣吞聲也要假裝要迎合川普 你看多少過去批評川普的 現在全部都已經什麼棄案投名了 就是已經歸到他的歸下了 所以川普這個靠著選民 他有點像毛澤東 就是用選民的壓力 讓你這些這個正牌的政客 全部都屈服了 為什麼就是大家都覺得說 我的選票都在這裡 我如果要跟違背川普的意思 我連初選都過不了 所以這個是大陸我會覺得說 比較容易跟美國打交道 如果搞定一個就可以了 好 現在看起來川普很有機會 所以現在也傳出說 川普的顧問開始向他的盟友保證 我們會繼續鞏固三國同盟 他說的就是美日韓的三國同盟 但是先前也有過經驗說 日韓甚至是北約盟友都很擔心川普 因為認為他常常說話出爾反爾 這些美國的盟友要開始做 哪一些準備了呢 黃建長 我的感覺就是我始終搞不懂 日韓為什麼要那麼在意美國 我先說這個軍事力量來講 全球2024的軍事力量排名 前面四個都是核子大國 是美 俄 中 印 第五個是韓國 第六個是英國 又是核子國 第七個是日本 我這樣子說 撇開核子國家 兩個傳統武器排名 第一的是韓國 排名第二的是日本 日韓很厲害啊 那接著我再詢問一下 日韓你們怕誰 你們怕俄羅斯侵略你嗎 很久以前會啊 俄羅斯現在根本沒有能力啊 可能你們兩個國家合起來 可以把俄羅斯的傳統的力量給打掉 中國永遠不會侵略你 那你為什麼要 都是美國在挑撥 你是不是知道 撇拨了這兩個國家 但是你擔心這個 擔心這個你要靠我 我真的建議北京跟日本跟韓國 合主一個大聯盟 這是美國一個戰略學者 叫做布里辛斯基說 如果中韓日結合起來 這才是美國戰略的惡务 為什麼他們結合在於 地緣政治 美中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帶動 全球觀點 近代環球大展現